來 我們來看看這三條罪是哪三條罪喔 第四段喔 第四段 來 僅供同意 對對對 就你的想法跟我一樣 來 講講他犯了哪些錯 燕子 燕子的 臉色發白 為什麼臉色發白 嚇死了 你要死而已 嚇臉色發白 會啦 說 主公派你要麻 你沒有把工作做好 才讓主公失去欣耐的麻 這是真的假的 這是真的啦 這是真的 這是第一條罪 好 抱起來 一 主公派你養麻 沒有把工作做好 還讓他失去麻 誒 這是真的 這一條是真的 這一條是真的 誒 主公派你養麻 你沒有把工作做好 讓他失去了 心愛的麻 這是你的第一條死罪 這是真的 可是到不到死 沒有 應該是不到死罪吧 養死麻就要死罪 那太可怕了吧 對不對 是誰敢養 第一個 主公派你養麻把他養死了 第一條罪 這是第一條罪 可是有沒有到死罪 沒有 也太扯了 第二個 你讓主公為了麻去殺人 消息傳出去啊 消息傳出去啊 全國百姓會認為啊 主公只愛麻不愛人 讓主公失去百姓的信任 是你的第二條死罪 這是你的第二條死罪 這個這樣很會掰了 太會掰了 全國百姓知道 哎呀 主公只愛麻不愛人 麻死了 他要把人給殺了 這主公啊 根本就只愛他的寵物 不愛人 所以這個人 主公是不是好的國軍 不是賢軍 所以啊 第二條死罪 全國的百姓認為 全國的百姓認為 主公只愛麻不愛人 失去了百姓的信任 這是你的第二條死罪 哇 這個就掰得有點大了齁 哇 你挖洞給主公跳咧 主公殺了你之後 還讓主公啊 被百姓誤會 這是你的第二條死罪 好不好 這是第二條死罪 一個二 有第二個 哇 一個二 第二個 原來啊 謹公只愛麻不愛人啊 第三個 別國的國軍 別國的國軍怎麼樣 也不會信任主公 哇 不只百姓瞧不起他 連別國的國軍都瞧不起他 別國國軍聽到 也會看不起他 所以這個皇帝太糟糕了 哇 不行人正 這是不行啊 仁愛的政治 沒有去體諒你的百姓 為了這種小事而殺了一批 哇 在齊國啊 人不如馬欸 比畜生還不如啊 齊國人啊 比畜生還不如啊 這是第一個三十個死罪 啊 第二個死罪 第二個死罪 什麼 啊 第二個死罪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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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死了 養死了馬 什麼 第一個死罪 第二個死罪 什麼 失去了百姓的信任 第三個 別國的國軍 瞧不起他 他講得好嚴重 啊 什麼叫人正 人正就是 仁慈的 仁愛的 仁德的 對百姓很好 叫仁德 不是那個犯錯就殺 偷東西就斬 偷看眼睛就挖掉 這個 這個是殘暴 這是殘暴的政治 暴君 再來 楊華人聽了 全身發染 全身說 我有文系 彥子拿著刀 抵著他的脖子說 說 你看都是用對話的 為你一個人 全國百姓蒙羞死的 主公的名譽 名譽知道嗎 名聲 名譽受損 名譽掃地 能免處理死罪嗎 現在要窮死你 這都在幹嘛 彥子 這都在彥子 殺人也輪不到彥子 這個有點誇事 在朝廷上可以拿刀嗎 不行 進去看 皇帝可不可以拿刀 不行 所以這個都是有點 傳找附會 怎麼可能彥子還可以拿刀 不可能 在朝廷上不可能拿刀 只有誰有拿刀 四位 帶刀四位 這個都有點誇張 哇 陽馬人下了全身發暖 怕不怕死 結果燕子聽了 警公聽了燕子的話 開始怎麼樣 黃昂大霧 黃昂大霧 沒想到 殺了一個陽馬人 有這麼多可怕的後果 不驚啊 前面也有不驚 對不對 不驚就是忍不住 忍不住啊 一生冷漢 說啊 放了他吧 不要害我變成一個 不懂仁義的國軍 放了他吧 所以警公有沒有反省能力 有 警公是有反省能力的 不然人家這麼講 他也不接受啊 不管啊 我就殺了 我就殺了你 以謝我心頭之恨啊 他有反省能力的 他知道殺了他 雖然一時的心情暢快 可是有沒有造成後續很大的困擾 有啊 他們瞧不起 失去的百姓的心情 你們不嚴重 嚴重 別國的國軍 瞧不起你有沒有嚴重 也很嚴重 也很嚴重 黃雪比完賽 有點累喔 眼神有點累喔 眼神發熱 再來 最後 做一個結論 Ending 電子靈機應變 應用微緩 微緩是不是直接的 還是間接的 間接的 間接的喔 來這個我要寫上去 微緩就是間接的 微緩曲折就間接的 為什麼不用直接講 剛剛會 直接講 直接講 直接講太衝了吧 黃定理是笨蛋啊 這個怎麼可以殺他 那先殺你 他講了三個理由 欸 事情很嚴重喔 那他就會去反省 他如果直接講 黃定理是笨蛋 怎麼會做這種決定 那你會先 那你就先黏定喔 那你就先黏定喔 我先去 去 這個笨蛋之旅 那我幹嘛 做做黃定講話 你大概十條命的不夠喔 我先這樣去 拜拜 直接人生不就登出了 對不對 微緩就是 微緩曲折 間接的啦 就是間接的 不能直接講 我把它放大一點 同學 鼓課看得比較清楚 燕子 靈機應變 應用 微緩就是漸漸 微緩勸漸的說話技巧 救了兩馬人 也幫助警工啊 滅疑犯錯 那可是燕子機智勇敢 其實警工有沒有要常處 有耶 這個黃帝也很好啊 這個黃帝也知道 聽得下去啦 他如果是一個很昏庸的人 他就不接受 知錯能改 知錯能改 警工其實也是一個 厲害的國軍 黃族國軍每一半 那這個就要稱讚燕子 因為前三課都在講什麼 單元目標都是什麼 機制 所以 他也是稱讚燕子 必然面對許多危險的場景 都能想辦法解決 學家充滿智慧令人 難以奉還的故事 OK 那我們這邊暫時講完 OK